不就得了吗 陈少举局长就回答说 说你以为这是挖土豆呢 这是考古啊 文物局也不是文物收购站 文物局下属的文物管理站 经常遭到村民的威胁 工作人员说 说我们是县文物局的垂直机构 村民们不高兴 说你们垂直 我们要把你们垂弯咯 局长陈少举也把卫生院 违规建筑这个事 向上级汇报 谁想这惹火了一位县领导 他就质问陈少举 你们是县政府的文物局 为何不经政府便私自上报 陈少举回答说 我们要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物保护法 我们是按规定上报了 结果就是这位县领导在公开场合说了 说如果你样样都依法 我们就会一事无成了 陈少举无奈的说 这就是发展与保护的矛盾 发展的保护本身有矛盾吗 咱们说依法形式 依法办公 本来就是对官员执政能力的检验和要求 那么发展建设与文物保护也就理所当然的 不应该成为矛盾 如果不依法而行的话 到头来可真的就是要一事无成了 另外你敢说违法 让东升听见你 我是非常严重的 看成龙的电影 一辆汽车从桥栋一过刷一下 车顶就没了 这种电影场面居然在苏州真实上演了 前天下午一辆无锡开往苏州的大巴车和苏州运政击查车就玩起了捉迷藏 当时两辆急查车左右追尾 大巴车无路可逃 清晨之下一头钻进高速公路下的寒农 结果车身太高 车过去了 留下一半车顶棚 据车上的一名乘客介绍 车祸发生的时候 车顶瞬间塌了下来 车顶棚一半以上被掀开 座位什么的都被扭曲了 乘客们用安全锤敲开后窗 这才跳下来逃生 当时有六名乘客受伤 索性都不太严重 事后一检查 这个大巴车的证件什么都很齐全 那那位问了 说那为什么你要逃呢 大巴车的司机说了 他是在无锡包车 承载三十多名客人前往苏州 在快到苏州的时候 见到两辆苏州运政击查车 击查人员示意大巴车停下 但司机不是车主 害怕遭到罚款和殴打 就掉头开往无锡 没想到两辆击查车 一路追到了无锡 司机并不熟悉附近的道路 慌忙中开进了寒洞 有事说事 躲出坏了吧不是 什么心理素质呢 下见 男子抢劫超市 事先写好台词 抢完还把摩托车拉下了 男子为了逃避交警追捕 自己造了一台汽车 叫我自答 新闻早早报下一环节 你们太有才了 沈阳市九州医院 妇科专业 密尿专业 不孕症专科 升职健康科 电话 024-2283-46 地址 沈阳北站 辉工广场男 五十米 沈阳市九州医院 妇科专业 密尿专业 不孕症专科 升职健康科 电话 024-2283-46 地址 沈阳北站 辉工广场男 五十米 沈阳市天桥中医院 鼻烟喉科专专业 沈阳市天桥中医院 鼻烟喉科专专业 资讯电话 024-6250-1656 6250-1656 地址 沈阳站及时 沈阳市天桥中医院 刚长科专业 地址 沈阳站及时 刚长科电话 024-6250-1635 024-6250-1635 你是我的玫瑰 你是我的花 你是我的爱人 是我的牵挂 你是我的玫瑰 你是我的花 呵护女人花 健康你我她 沈阳市爱心女子医院 妇科 二十四小时妇科热线 024-2283-7999 2283-1888 地址 辽宁日报社 斜队过 你们太有才了 台湾的一名男子 抢劫的时候 特别搞笑 事前就写好了台词 抢劫的时候 竟然是赵本宣科 这位男子叫刘福生 前天晚上他拿着一把刀 进入了超市 假装买啤酒 就在这个女店员 算账的时候 他居然一手拿着刀 另一手就伸进上衣的口袋 拿出纸条 照着纸条上的一个字念 抢钱 把钱拿出来 我不想伤害你 请你合作 谢谢 女店员交出了收款机里 所有的钱 刘福生得手之后 仓皇逃走 但是他忘记了 自己骑着摩托车来的 一着急人跑了 车流在现场了 警方接到报案之后 仅用了十分钟 就把刘福生给抓住了 他说自己是模仿 电影情节作案 太紧张了 所以才失手的 咱们可没记起 哪一部电影里边 有这么笨的贼 只不过只能说你最近 没看今年春节晚会 敲钟前的三分钟 还敢背词 只有小学文化程度的 农民傅祥宝 用15天时间 自己造出了一辆汽车 这在当地可是大新闻 很多人排射队 和这辆车合影 傅祥宝给自己的爱车 起名叫我自达 意思是满足了自己的兴趣 达到了目的 这辆车冷不丁 一瞅 颇有赛车的风采 有没有 总共这车才200多公斤 俩人就能给抬走 可车速最快能达到80公里 而且比一般汽车消耗低 还节能 说起造车的初衷 傅祥宝当初的想法 竟然是为了逃避 违章处罚 让交警也追不上 有一次他在公路边试车 正好一位交警路过 看见这么一辆车 很是好奇 就过来看他的车 傅祥宝一看交警来了 家族马力 正好想试一试 蹭着撂着去 等交警反应过来 他已经窜出好远了 一位有钱的老板 还专门来看过傅祥宝的车 很有兴趣 还要投资 如今傅祥宝已经开始着手 造第二辆车了 名字都已经想好了 叫我自打 二 下一节 节后怎样赢个开门红 深圳一公司当街发放上千个红包 压力无处发现怎么办 像美国人那样来个枕头大赛吧 新闻早早报下一环节 这招挺特 这招挺特 发红包 当街发红包 谁都可以领 别抢 这发红包的地远在深圳 前天下午 深圳某电子世界商场门口 一派热闹的景象 工作人员是身穿着喜庆的服装 正在派发叫开门立市的这种红包 过往的路人排成长龙 这辈人走了 另一辈人又排上来 红包到底有多少钱呢 五毛钱 五角硬币一枚 有这长久排队的领到红包的人 也对包内的五角钱略微感到有点失望 多发点就好了 有点少 有的市民还是挺高兴 说钱多钱少都一样 主要就是图个热闹 开门立市都吉利嘛 对吧 我们也是出个捧个人场 他是捧个钱场 很多人也有经过的人 不屑领取的 说才五毛钱 也太少了吧 这是在做秀嘛 宣传公司呢 公司负责人表示 第一天上班营业 为图开门立市的吉利 准备了一万个红包 包内都是五角的硬币 对商户和过往的路人发放 一个多小时 已经发出去两千多个了 他们打算派发五千多个 剩余一些留着 也是图吉利 一万个红包留下一半 和五角钱的作风 其实差不多 都是挺省的 这两天 咱们这边开业的 都放那个叫开门炮 是不是 放鞭 虽然比这放鞭炮 你这要费点力气 大家怎么觉得 也挺环保的吧 美国纽约的人们 每年都耗来一场枕头大战 今天咱们就去那儿 看一看这场枕头大战 午后的纽约联合广场 热闹异常 人们正在为吉祥进行的枕头大战 做最后的准备 把眼镜都摘了 有些人在商量着战术 有些人正在给枕头里 添加这个天充物 连卫生纸都算上 随着一声哨响 准备开始 枕头大战开始了 人们尽情的挥舞着 手中的枕头 向周围的人发起进攻 没多久 枕头大战中的人们 就被羽毛给包围住了 谁往里边放了锁头 一些纽约年轻人说 枕头大战是 他们减压的好方法 这样做不但会 不会伤人 还能重新找回 未免的童心 举办枕头大战 其实是美国一家名叫 新想法空间网站的主意 枕头大战的规则很简单 鼓励参加者拿着枕头 互相拍打 希望笼罩在人们心头的压力和忧郁 能够随着生腾起的羽毛 随风而逝 翻译过来就是 好心疼啊 鸟说的吗 下节 9岁女孩和小伙伴们玩耍 一不留神脑袋插上剪刀 看领导没戴帽子 大家都不戴 结果大家都冻坏了 新闻早早报下一环节 谁疼谁知道 沈阳市九州医院 妇科专业 密尿专业 不孕症专科 升职健康科 电话 024-2283-46 地址 沈阳北站 汇宫广场男50米 你是我的玫瑰 你是我的花 你是我的爱人 是我的牵挂 是我的牵挂 再把牵挂 我真的现在 其实我